好 就在东风活动中新兴建案计划的座谈会当中 东风里长周富美提出了建议 因为东风主要是种植文旦幼 希望能够在兴建东风活动中心的同时 将文旦幼纳入设计当中 另外由于东风是由阿美族客家人两大族群组成 也希望融入各图腾让活动中心更有文化特色 就在东风活动中新兴建计划的座谈会当中 东风里长周富美提出建议 因为东风主要种植文旦幼 希望也能够在兴建东风活动中心的同时 将文旦幼纳入设计 因为大家都是用文旦的特点 也是推广我们东风里的文旦 因为近几年来的文旦市场真的太低迷了 所以每一个里民 一个农民 一年的收入可能他只靠这个生活 所以如果把旧子一些图腾用文旦的话 可能会带东风里 大家一来到东风就 这里的文旦怎么样 另外由于东风是由阿美族客家人两大族群组成 也希望融入各图腾让活动中心更有文化特色 有些图腾的话可能就要用到原住民一些比较特殊的图腾 把它带进去一点这样子 所以在东风里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里民会很赞同这个想法 玉镇长龚文俊说 活动中心设计会纳入居民需求以及意见 重建造型与空间配置 感谢在地议员以及中央支持 让居民能有一处社交及活动场域 未来欢迎居民都多加利用场地 记者高松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